今年是中美洲獨立 邁上 198 週年 今天 很高興跟大家相聚 除了向友邦朋友們表達最誠摯的祝賀 也一起為邦誼舉杯審慶 中華民國臺灣和名家辣瓜 瓦吉瑪蘭 以及弘杜拉斯 都有非常深厚的邦誼 我們相互扶持 一起成長 創造了許多合作成果 我特別要代表臺灣人民 感謝各個友邦 在國際社會為臺灣替身而出 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我相信昨天很多朋友也看到了新聞 在中國的威脅理由之下 我們失去了一個友邦 這幾年 中國不斷用各種方式 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 希望臺灣會屈服 接受美國兩制 昨天我已經說過 這是不可能的 儘管中國打壓 但是臺灣誠心誠意對待朋友的態度不會改變 維持亞太區域和平及繁榮現狀的異常也不會改變 臺灣人民希望參與國際的決心也不會改變 我們的踏實外交著眼的是 互費互助的長遠未來 我們誠心誠意 不做華而不實的承諾 也不會亂開空圖支票 但只要朋友有需要 我們有能力 真正的朋友 絕對是全力以赴 合作無見 在經貿交流之外 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臺灣年輕人 到中美洲觀光旅遊 同時學習西班牙文 無論是官方或民間的交流 我們都要不斷提升 面對氣候變遷等全球化的挑戰 臺灣也會跟著各個友邦一起努力 共同實現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指標 臺灣讓世界更好 有各個友邦的支持 我們就有更大的力量 來完成更多的理想 希望我們的友邦朋友們 繼續為臺灣發聲 我們一起來讓世界變得更好 創造更多的概念 最後我要邀請各位貴賓共同舉杯 建議祝林家拉瓜 瓜尼瑪拉 以及洪杜拉斯三國元首 正空湯泰 佛運昌榮 也要祝福臺灣和中美洲友邦 邦尼歷久無心 謝謝